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娜娜 追 是 不行 我走了一婚怎么办 她冒险向我世界一定会暴露自己的藏身之处 她轻功虽好 但此刻重伤未愈 一定会很危险 可是我回去也救不了一婚 反而会把自己也打进去 一婚几次为我不顾生死 我却自顾自掏了 我如此胆小自私 又有何的可能军令天下 我不仅是一婚的龙小弟 更是打清了皇帝 又岂能阴小失大 龙小弟 快走啊 龙小弟 这个时候千万别想什么义气 你可千万别快杀 不然我会看不起你的 死丫头 轻功那么好武功却平平 现在我刺伤了你的脚 看你怎么跑 带走 是 起来 你 龙小弟 你快逃 千万别管我 快 快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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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小师妹 和康熙呢 看来他们也就离开了 只有一张窗 大师兄 庆程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的伤还没好 这一路逃避追杀 怕是又把伤口针裂了 要不你先去找他们吧 找他们要紧 现在这里是安全的 你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我先去找他们 我行动不便 就不拖累你了 一定要小心一点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马上发出信号 我立刻赶回来 你放心 我只是腿受伤了 一般杀手 还进不了我的身 好 柱子 怎么是你啊 一会儿呢 就一会儿 起来 刚才跑得跟飞似的 这会儿装死 为什么要结束了 再去才里面 那我емся 刚才是你 一会儿 干什么 出来的 不赶快 老爷 他就是之前 一样 下那一万人 你看不 believer 西太阳 信号 不行 咱们不是他哥哥的对手啊 还得留着他射套 抓他哥哥呢 咱们只是玩玩嘛 尽量连香西雨点 别弄死他就行了 也好 老子也实在忍不住了 拿着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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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怎么了 苏大人 快准备接驾 接驾 皇上在哪儿啊 那个穿补丁衣服的就是皇上 好 参见皇上 皇上 奴才救驾来迟 请皇上恕罪 你要是再晚来几天 说不定朕就要去见 先皇和太祖皇帝了 奴才罪该万死 皇上 所大人跟大塞 在途中遇见 不明身份匪徒的袭击 九死一生 才找到玉巴瓒将军的军营 刚一到营门口 就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 他宣读了皇上的秘址之后 没顾伤好 就跟玉巴瓒将军 赶去山西太原 在途中遇见了奴才 得知了皇上已经启程返京 所以才一路追了下来 朕已经知道了 都起来吧 谢皇上 那你死 mercy 呢 这个神 Ps 环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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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了环妹 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 滚 小师妹 我 走 小师妹 我 我也是一时冲坏了头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 你还有没有一点廉恥心 你明明知道我跟大师兄定了亲 我是未来大明的太子妃啊 你 你还知道你跟大师兄定了亲 是未来的大明太子妃 那你还跟康熙 你可以和大清的狗皇帝亲扰 我亲你一下 就变成了不真廉恥是吧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的话 你走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小师妹 我 我错了 我错了 那 要不 我现在带你去找大师兄啊 你是不是一直知道大师兄在哪儿等我们 你为什么不带我过去 你把我抱进山东到底想干什么 我 走 滚 我数三个数 如果你再不走的话 你再不走我就要视自己 好好好 我走 我走 三 我走 滚 这都三天了 离婚怎么还没有消息 都没有 那些黑衣人 不像是刘德昭的手下 而像是巫三桂花重金聘请的江湖流寇 身份不明 很难追查 眼下还没有证据 证明那些黑衣人是受吴三桂所指使 吴三桂只知道龙三是普通钦差 而不是朕 如果他知道的话 只怕一婚会更加危险 所以 你们一定要守苦入瓶 这 皇上 请您放心 奴才已经吩咐下去 任何人不得泄露消息 其二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危及圣案 奴才及手下将士 未经动地方官府 而只是秘密刑军 你做得很好 皇上 那这刘德昭该如何处置啊 刘德昭乃胆大包天之徒 岂会束手待毙 若能逼得他叛乱 岂不是好 皇上 刘德昭居然敢下令通缉皇上 害得皇上九死一生 更害得陈妹生死未卜 臣恳求皇上立刻下旨 将其处以疾刑 灭其九族 这个刘德昭 纵然将他错骨扬灰 也难消朕的心头之恨 臣愿以传旨问罪 捉拿刘德昭 为皇上分忧 为陈妹报仇 这刘德昭 毕竟在山西经营多年 若这么明止问罪的话 让他知道了朕便是龙三 龙三便是朕 只怕他会苟机跳墙 联合众多的涉案地方官员 起兵叛乱 纵然起兵叛乱 也成不了其后 玉八赞手下 都是以一敌时的八七精锐 一定能把他们收拾干净 皇上 奴才院立下军令状 替刘德昭的人头来接 不必了 犯下滔天大罪的 只是刘德昭等贪官 他手底下的官兵 也是我大清的子民 又何必激起兵变 徒生内耗 皇上 那您的意思是 刘德昭此时啊 一定知道龙三 被玉八赞给接走了 他一定会心虚 如果朕所料不差 他弹劾龙三的折子 已经在快马 送往京城的路上 带朕回京之后 朕派一个老城持重的官员 去接近刘德昭 就说 他和龙三 互相弹劾的折子 朕都已经看到了 朕不能偏听偏信 要宣太进京 和龙三当面对峙 皇上 您这可太英明了 想那刘德昭 自是手里面有假圣旨 假玉玺 他必定想侥幸最后一波 这样 他很可能会老老实实地 进京来对峙 到时候 我们便可不费一兵一卒 让他自投罗网 想不到他经历了如此大病 受了那么多此前 从未受过的屈辱 还能如此冷静 若换了我 只怕会亲自率兵 去捉拿刘德昭 一块胸衣 又如此强敌 我要光复大明谈何容易 皇上 既然如此 那就请皇上 尽快起驾回京吧 眼下一欢还生死为补 朕放心不下 是啊 皇上 士叔姑娘是下落不灭 可是您留在这山西 那也没有什么益处啊 监青 你快告诉我 一欢是不是已经 我不会再也见不到一欢了吧 叔父放心 一欢不会有事的 难道你已经有了一欢的下落了 只是瞒着皇上 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也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一欢现在是安全的 那你为什么不赶快把她找回来啊 自从敖拜在康熙面前 点明我们兄妹的真实身份之后 康熙表面上不动声色 其实早就对我们兄妹 存下了一份戒心 不过经过这几次 我们兄妹出生入死地救护她 她的戒心应该已经消除了 但若是让一欢这么轻易地回到她的身边 说不定她反而会误以为 这一切 不过是我兄妹设计的苦肉计而已 你的顾虑也不是杞人忧天 但你可知不仅皇上 就连索额图也在暗中怀疑你们了 索额图 难道她发现了我们的什么破绽 破绽倒是没有 只是她这次前去调兵 途中遭遇了几波江湖杀手的突袭 她怀疑是你暗中指使 她眼见皇上宠信你们 而一欢又为了救护皇上 而被黑衣人掳走了 就没敢对皇上说 只是私下里和我提起过 所以我马上把你叫出来 就是想提醒你 一定要当心所额图 多谢叔父提醒 侄儿定当小心行事 好啊 那我就放心了 皇祖母 可是有皇上消息了 所图派人送来了密奏 他跟御八赞已经顺利地结家 皇上平安无事 阿弥陀佛 妾身这悬着的一颗心 也总算是放下来了 不过皇上目前不想回京 为何 皇上在所额图搬取援兵之时 接连遭遇了官兵和几路神秘杀手的追杀 幸亏李氏兄妹舍身相救才脱离了险境 李幻为了引开杀手 下落不明 生死为捕 这李逸欢本来就是奴婢之身 为皇上牺牲乃是分内之事 难道皇上为了寻他 就这么一直不回京了 措图密奏说 皇上的遭遇追杀和李幻欢的失踪 都甚是蹊跷 难道这一切都是有人物的局 来 娘 你先吃 娘不饿 你吃啊 娘 娘骗人 我明明听到娘肚子在咕咕叫 喜儿 还认得我吗 哦 大哥哥 是你呀 喜儿 在吃什么呢 我娘煮的野菜糊糊 家里的糜面都吃完了 只能吃野菜了 我娘说要再过几天 连野菜都没得吃了 这位公子也是 我就是那日分走 半张白面烧饼的浇花子 这次过来 兑现对喜儿的承诺 还你们肉饼 真的 娘 我就说嘛 大哥哥是不会骗我的 你看我这眼睛 那日小夫人说话多有得罪 还望公子大人有大量 不要与小夫人一般就是 没事啥 大嫂 在这灾荒之年 人人都只能估自己 这喜儿啊 能把今有的一张烧饼 分我一半 这等大恩 也是让我终身难忘的 来 肉饼 整整十张肉饼 赶紧吃吧 娘 你先吃吧 谢谢公子爷 谢谢公子爷 大总 能不能把这碗野菜 糊糊给我喝呀 这 公子一看就是出身不凡的 大富大贵之人 如何喝得这个呀 大嫂 这是粥切的 这 这可如何使得 没事儿 收下吧 这是我切你们的 相信我 很快朝廷就有新的赈灾 措施下来 到时候 就再也没有人能 骗得了你们了 我 李太医 眼下疑患还没有消息 但是我已经决定 明日回京 你不会怪我吧 主子严重了 主子乃万圣之尊 不宜久离京城 而且太皇太后 已经传来遗旨 崔主子回宫了 最重要的是 眼下山西有数十万的灾民 急需朝廷的救助 更有看似表面祥和 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的朝局 需要我去治理整顿 这也是一魂 为何宁可牺牲自己 也要救我的原因 所以 我不能辜负她 主子 主子能以国事为重 是陈媚之幸 更是天下百姓之幸 请主子安心返回京城 寻找营救陈媚之事 就交给臣去做吧 臣正在想办法 通过一些江湖人士 打探那些黑衣杀手的下落 相信很快便会有消息 那一切都拜托你了 听说不过 其实在我的心里 你并非我的臣相 而是我的朋友 一欢 更是我唯一的轰炎之气 如果他 那将是我穷尽中生 都无法密布的遗憾 好饿呀 商业好得差不多了 要不然出去找点吃它 来 烧鸡 还有酒 进来吧 我不是说让你滚了吗 我滚了 我真的滚了 可是你的伤没好 我不放心你 而且我算了一下 我留给你的水啊 干粮还有药 你差不多也应该吃完了 所以 所以我就又回来了 你如果真的关心我 就应该把我的行踪 告诉朱哥哥 让他来接我 没脸见他 我前不久做了一个很怪的梦 我梦见有个人跟我开玩笑 我推开他还让他滚 不过现在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 那个怪梦 我也得忘了 真的啊 不好的梦 忘了就忘了吧 但是 下不为例 快吃吧 我也不必吃得了 我就是 蓝不断 edro 要不要死 就算你试试了 我就要去哪儿 没有 你 有点 我 叶哥哥 你赶紧去找千怡姐姐会合吧 这几天 她一直在无应期那边帮你撒谎 一定很辛苦 幸好带你拿着 等我走了以后再放 我不想和大师兄碰面 好好照顾自己啊 保重啊叶哥哥 你也是 京城再见 保重 放了这个信号单 朱哥哥就能看到我了 如果朱哥哥和龙小弟知道 我平安归来的话 肯定像两个小傻子一样 乐疯了吧 朱哥哥 你得快点来接我啊 温馨 你的伤怎么样了 已经没有大碍了 多谢皇上关心 以前在宫里啊 朕只觉得你温稳博学 知书达理 没想到你还如此有胆有识 屡次不惜性命救阵 就只此一点 整个后宫 无人能几宁 那 叶欢呢 叶欢他也是朕的知己 朕也想将他纳入后宫 只不过 他始终都咬定不肯 而且他已经许备过人了 你 哦 对了皇上 臣妾有一事要向您禀报 雪萌萌的病已经好了 只是他伤心我爹的死 想为我爹守灵三年 臣妾 未向皇上请示 便自作主张得准了 还望皇上恕罪 雪萌萌忠心护主 就要他去吧 这些小事 你自己决定就行了 是 啊 是 呀 我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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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